157、《文匯報》83華公遭遷新困蒙古使館赴公地協調 2015年7月13日中國新聞A21香港《文匯報》 信針對83名中國籍勞工遭遇欠新被困蒙古國一事 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昨日表示 當日該管領事部赴公地實地查看工人食宿情況 擇成脂肪做好後續看牌 同時協調蒙古國有關方面協助安排工人進發回國 被拖欠300萬公資據《中申社》報道 有網友11日在網絡發布求助信息稱 83名中國人在烏蘭巴托被困 其中有35人為陝西籍,尋求陝西政府幫助 該信息一經媒體披露,迅速成為熱點 《中申社》記者昨日下午聯繫被困蒙古國的中國工人 據一位胡聲負責人介紹,他們承接陝西衛南原性房產開發有限公司的承包合同 來到蒙古國的烏蘭巴托 83名中國工人中,有42名內蒙古人,35名陝西人 2015年4月16日,他們一憑83人抵達中國二連號特使邊防站 據介紹,這些工人的工資是按勞務承包協議計算的 工期六個月,總共1200萬元人民幣 的勞務費要完成3萬多平方米的工程 由於資金鏈斷裂,負責人已經跑路,拖欠了300萬元工資 工人現在無錢買車票回國 今天在情回國記者從工地方了解到 目前中國工人的情緒和生活都比較穩定 11日,完成公司給工地方打了5000元生活費 據大使館的人稱,回國的車票已經買到 今天即可啟情回國 中國駐蒙古國使館昨日回應稱 7月9日,在蒙古國烏蘭巴托市近郊一處建築工地無工的數十名 中國工人紛紛向大使館投訴稱 該工地成建坊,陝西偉南某房地產開發公司在蒙古的負責人於8日離開蒙古 此後電話一直無法接通,其來蒙前未知府工人應得工資 接到投訴後,該管啟動領事保護機制 經協調,各方同意盡快安排83名工人回國 其相互之間的經濟糾紛將通過司法途徑依法解決 12日,大使館領事保護工地實地查看了工人食宿情況 擇成之方做好後續安排 同時協調農古國有關方面協助安排工人盡快回國 二次葛二次消防福 三次編集以待必至好 三次